我們應該每一位候選人 希望能夠帶給台灣未來的新希望 不要再走回過去的風風雨雨 這個講到2015年的 提名跟換柱事件 每一次一提到這個議題 我大概唯一要說的一句話就是說 當時唯一對不起的是豬豬姐 所以跟豬豬姐在此的抱歉 不過新年期間 還是恭喜大家新年快樂 台灣要走出未來的希望 未來就是像這次訪美一樣 我們應該每一位候選人 希望能夠帶給台灣未來的新希望 不要再走回過去的風風雨雨 這也是為什麼過去一個半月 從我離開公子之後 大家看到我希望 不要再陷入過去的風風雨雨 不要再走過去傳統的路線 我沒有請客吃飯 沒有傳統的拜票 希望我們透過新機器的學習 能夠帶給台灣一個未來的新希望 這些走回過去 國民黨四年前的所有的風風雨雨 指揮內耗 我們現在要為台灣走出未來的新的希望 至於王院長 我想當時他已經多次表明 他是因為家人反對的因素 沒有辦法參選 可能是當時姻緣不足吧 又是在封面飛來的新的想法 但是用去黨的兒子 我沒有請客 大家要請聽一下 在用來的起動